YAMAHA PSR-SX600 音频关联多功能音电功能 多功能音电除了可以调用MIDI之外 还可以调用U盘中的WAVE音频文件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首先按下Multipad区域的Select选择按键 进入到多功能音电选择画面 这时在屏幕下方有一个AudioLink按钮 我们按一下Ding的按键 屏幕上提示需要新建一个用户的Multipad区 我们选择OK 这时会进入到AudioLink Multipad画面 我们可以通过光标上下键来切换不同的Multipad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设定Multipad1 这时屏幕会调出U盘的文件画面 我们根据需要来选择我们要链接的音频文件 按回车键确定 然后我们按推出键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Multipad1上面已经显示了我们链接的音频文件 用相同的方法我们来设定一下Multipad2 选择到Multipad2 按下回车键 进入到文件选择画面 选择到我们要链接的音频文件 按回车键确认 按推出键返回到Multipad画面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Multipad2的音频链接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四个滑杆 也就是Audio Level区域 来设定每一个音频Multipad的音量 在这里建议大家在使用前先将音量调小 避免出现过大的音量 下面我们来按一下对音的Multipad按钮 来听一下效果 确认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按一下Save按键 进行保存 进入到文件画面以后 我们可以按Tab标签按键 来选择我们要保存的位置 用户区域或者是U盘中 我们现在将其选择到用户区 然后按Save保存对应的按钮 出现命名画面 我们根据需要来进行命名 命名完成以后 我们按OK键进行确认 这时当前的音频链接Multipad的酷 就已经保存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实际使用一下 听一下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